说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以往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美国的GPS 不过随着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人们不仅在出行时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未来北斗也将成为GPS在商业领域最强劲的对手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共有四大导航系统 除了北斗和GPS之外 还包括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以及欧洲的伽利略 相比较而言 中国北斗起步最晚 结果正当北斗准备与几位前辈一较高下时 伽利略却又出现了故障 据中科院国家寿石中心近日发文称 寿石中心系统时间性能监测评估组 监测到伽利略导航系统时间发生异常 并且异常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据悉伽利略系统时间从14日零时起 部分卫星播发的时间信息存在无规律跳动 一直到14日30才逐渐恢复 一般而言 系统异常期间能会影响伽利略系统导航 定位和寿石性能 所以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 中国监测小组还在进一步分析 说到国家寿石中心 普通民众可能并不太了解 其不仅要负责对北斗系统进行监测 同时还会对其他几个卫星导航系统的运行情况 进行分析 这次伽利略系统出现异常 寿石中心就第一时间公布了监测情况 向欧洲发去了善意的提醒 其实靠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也就北斗和GPS 其他两个都不堪大用 其中伽利略更是几乎不具备商业价值 因为根本没什么人敢用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并非伽利略系统第一次出现故障 去年甚至还突然崩溃 闹起了罢工 并且这次 还是其寿石子系统第二次出现问题 说明伽利略新在原子中存在巨大缺陷 如果不能彻底解决 将面临随时报废的风险 眼下 伽利略导航系统发生问题 不少人肯定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但坦白讲 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 被忽悠参与了欧洲伽利略项目 结果钱投进去了 得到的待遇还不如白嫖的印度 发现情况不对后 中国立刻抽身准备自己单干 但碍于条件限制 当时我们还需要依赖欧洲的技术支持 才能更快的走好第一步 可结果却是 欧洲为了延缓我们发展的速度 立刻停止了相关技术合作和装备提供 北斗三号上天之前 中国还准备向欧洲购买关键装备 清原子中 眼看着合同就要签了 欧洲人又突然变卦不卖 连看都不让看 可即便是面对这种艰难的环境 中国航天人 还是搞出了比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 更加先进的北斗导航系统 可以这么说 中国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是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 我们不畏惧任何形式的封锁 封锁个十年八年 就什么都有了